谈点明星那些奇奇怪怪的技能 在一个面试游戏环节上 外国有人问陈和的特长 陈和深吸一口气 紧接着来 进阶版口气 口气大人不止一个 歌高一胆大的周深 不止唱的一首首好歌 甚至还能模仿杀猪声 用嘴接人可不止他们 超越妹妹的莲花倦说是真的强 你们是隐藏的民间记忆人吧 笔心画是笔心见得多了 刘兴华的笔孔画是笔心 你有见过吗 刘兴华不仅鼻子笔心 耳朵也能做花式波浪 李文汉对笔孔的控制可是收方最柔 这是不是叫一个笔孔 可以随为出道的男人 肖健堂与深人设一离不倒 一直连起了三亚 肖健堂一来做节目 马上下大雨 更神奇的是 当蔡徐宽带肖进房间后 雨慢慢变小 甚至还停了 当肖健堂一唱歌 雨还越下越大 这只能说 遇生这功力实在是太强了 肖健堂这技能 要是搁在古代 怎么也是个大祭司国师了吧 所以说你可以不信心日报 但是必须相信肖健堂